原标题,心跳快慢操纵着寿命。 超出这个数字,有一种方法能年寿作为身体的泵血中枢正常情况下,心脏就像勤劳的钟表一样,有节律的斜条跳动着。 你知道吗?心跳快还是慢,直接与寿命长短相关。 人一生中心脏大约要跳25亿至30亿次,控制心跳正常,使其既不过快也不过慢,有助于延长寿命。 正常的心跳是多少?什么因素会左右我们的心跳? 生命时报采访权威专家,为你揭开心跳的秘密。 中华医学会先电生理与企国分会委员里学习北京安珍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张维军台湾卫生研究院名誉研究员中国医药大学教授温启邦心跳烧帽更长售台湾卫生研究院名誉研究员中国医药大学教授温启邦研究了近200万分体检资料发现,除去吸烟、高血压、高胆固醇、糖尿病等容易造成心血管疾病的高风险因素。 健康人平躺5分钟后心跳应在60次每分钟左右超过70次每分钟属于天快,心跳每多一次,平均寿命就可能减少4个月。 心跳70到89次分钟的人,平均减受3年6个月,90到99次分钟,减受8年,超过100次每分钟,可能会缩短13年寿命。 这次研究首度证实,心理快是造成寿命缩短的重要因素。 温启邦解释,人类一生总心跳约为25亿次,比起心跳60次每分钟的人,90次每分钟的人20年里会多跳3亿下,心脏复刻更大,这很可能就是减瘦的原因。 中华医学会心电生理与起国分会委员里学习提醒,长期心理过满也不好,会导致心脏泵血不足,引发人体缺氧缺血,严重者可能猝死,甚至死于睡梦中。 因此,如果心跳小于50次每分钟,就要去医院做详细检查。 一招让你轻松严守基因、生活作息、饮食习惯、身体是否经常处于急性或慢性发炎状态,都可能影响心率。 好消息是,只要心理还没快到疾病的程度,就不需要恐慌和治疗,通过一种方法可以扭转这一劣势。 运动Sport温其邦研究发现,心跳80到89次分钟的人中,经常运动的比不运动的平均多过5年。 他建议,每天溅走15分钟,速度也每秒两步位移,并注意以下几点,先肉身再出发例如拉拉筋扭扭腰,让肌肉充分放松。 也可以先慢走5分钟,让血液充分流经腿部,达到暖身的效果,再逐渐加快步行速度。 渐走结束前也要留5分钟时间,慢慢渐缓速度,不要马上停下来。 手肘弯曲90度走路时,腹部微微内收,脖子脊椎应在一条实践上,眼睛最好直视前方,避免向小看。 肩膀和手臂放松,肘部弯曲85度90度,手掌成我悲壮。 手臂自然的前后摆动,但高度不应超过肩部。 不要刻意拉大或缩小不符,以轻松不吃力的距离位移。 避免被重5负重会增加关节压力。 渐走时最多携带一瓶水一条毛巾及一顶防晒帽,可以每个双肩膀,肩膀受力均匀,不易导致骨隔倾斜。 运动量循序渐进最开始可以每天走15分钟,每周至少运动5天。 从第二周起,可增加为20分钟,渐渐增加到每天30分钟以上。 别勉强自己运动时不要给自己太多压力,保持身心放松很重要。 无论哪种运动,只要动起来,都有延长寿命的效果。 七个原因影响心跳一般来说,日常活动中心率或心率有些波动无需担心。 但心跳突然改变节奏,也可能是身体发出了警报。 如果有以下情况,则需警惕。 一、压力大正常情况下,人的静息心率为70到80次分钟。 但压力大时,人的交感神经会异常兴奋,从而导致心率增加到每分钟100多次,造成心动过速。 长期高压状态下,有损心脑血管健康。 二、糖尿病心脏跳动每分钟多跳十下,糖尿病发病风险就会增加23%。 这是由于心跳速率越快,空腹血糖就越容易出现异常。 当空腹血糖出现异常,糖尿病的发生几率就越高。 三、甲状腺抗筋或低下甲状会引起痘性心率不齐。 这是因为甲状腺抗筋会释放过多的甲状腺素。 这些甲状腺素会影响核刺激人体心肌细胞中的酶从而出现电生理异常,导致心率失常。 严重者甚至会患甲抗性心脏病。 四、心衰临床研究发现,心率每分钟增加5次,可使心血管死亡率和再住院率增加15%。 因此,心率控制对心衰患者十分重要。 建议心衰患者要在家中定时检测心率。 一般情况下,如果静息心率高于70次每分钟,则需在医生的指导下服药条理。 五服用药物 有些患者在服用某种药物后会出现心疮、心剂等不适。 这主要是因为药物的作用机理单一,无法实现整个调节。 同时,由于药物的治疗剂量与发生不反应的剂量非常接近,难以把握。 因此提醒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服药前一定要遵医嘱,医生会根据个人不同情况服药率进行评估和调整用药量,以降低药物带来的风险。 六种鼠人体严重脱水后会导致体内的电解质发生变化,此时血压降低,造成心跳异常。 严重时甚至会引发心疼、心悸、甚至昏穴。 七处重防颤患者的中风风险要大于普通人,一旦得了防颤,就要有预防中风的意识,最大限度减少中风发生的风险及可能造成的危害。 建议防颤患者 日常饮食不宜过保,不要过度劳累,更不要大喜大悲。 已经发生过中风的患者,也应该查查是否有防产,一旦发现有,就要马上开始抗瘾治疗,预防中风的复发。 本期编辑 刘云聪本文作者 《生命时报》记者徐文平丹 启文版权声明 本文为《生命时报》微信号 Luternate0385原创 未经授权谢绝转载 请你相信原创的力量